据国家版权局官方微博消息,近日来,经过多部门和权利人的联合行动,春节当远线电影的盗版传播,已得到一定遏制,对严重的侵权盗版分子国家版权局,将移交公安部门采取刑事手段,予以严厉打击。 而春节当票房破55亿流浪地球去守卫,接着2月10日18时,春节当内地电影票房,累计超过55亿元,排名前三的影片票房均破10亿元,流浪地球票房19.24亿元,疯狂外星人,票房4.10亿元,飞食人生票房10.13亿元。 三春节当影片盗版昌绝近日有媒体发现,有卖家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将多部正在热印的贺岁片大包出售,售价不过2元,电影画面完整,清晰。 上映后不过分日便有卖家开始在交易平台出售包括流浪地球在内的春节当盗版电影资源,其中,超房台名靠前的几部热门电影盗版情况犹为严重。 4.迪士尼收购福克斯,即将完成迪士尼对21世纪福克斯电影,电视资产的吸收,预计在2019年2月完成。 这笔价值731亿美元的收购,可以帮助迪士尼实现流媒体战略,其中包含了流媒体平台Pooloo的60%股权。 也因此,迪士尼会逐步停止输出内容给了Netflix。 这笔收购还意味着,未来迪士尼,可以在其庞大的内容池中,加入FX电视频道,X,战警,阿凡达等品牌,这些都有助于它在数字领域直接和Netflix竞争。 5.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奖班出《冷战》或最佳电影摄影 5.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奖班出《冷战》或最佳电影摄影,成为与罗马竞争的奥斯卡最佳摄影。 大热门,昆天塔伦蒂诺的常年合作摄影师罗伯特里查森,或《终身成就奖》。 最佳院线电影摄影《冷战》。 最佳电视电影《迷你巨视播》及摄影《梅尔罗斯》。 最佳非广告平台剧及摄影《文官》。 最佳广告平台剧及摄影《超越》。 2.01.《《终身成就奖》。《罗伯特里查森理社会奖》。《杰夫·布里吉斯电视事业成就奖》。 《杰夫·布里吉斯电视事业成就奖》。《俱光灯奖》。《《少女纳姆》。《巴斯托恩》奖》。 《FranceK2S6》。 亚马逊联手电视购物集团播时时流媒体节目推销产品。 北京时间2月10日早间消息。 据美国科技媒体《TechCrunch》报道, 亚马逊联手美国著名电视购物集团QVC, 推出了亚马逊直播《Amazon Live》。 通过新应用程序《Amazon LiveC》。 提供来自亚马逊自制和品牌商家的实时流媒体视频节目。 在直播节目中, 主持人谈论和展示亚马逊上可供销售的产品, 就像他们在QVC上所做的那样。 屏幕下巴有滚动条, 购物者可以滑动数标那里流浪产品细节, 完成购物。 7. 独孤皇后, 明晚登陆三大视频平台, 由张孝正指导, 陈乔恩, 陈晓, 奇迹, 海陆, 因此, 宋一星, 联媒主演的电视剧《独孤皇后》, 将于明晚在爱奇艺, 优酷, 腾讯视频在大平台开播。 据悉, 该剧每周一至周四晚二十点更新两集, 视频会员则可提前看八集。 八电影《蓝色生死恋》订单情人节电影《蓝色生死恋》, 将于2019年2月14日上映。 电影《蓝色生死恋》, 根据今天IP电视剧改编, 二十年之后, 以电影形势重回大众视野, 讲述了两个通天出生的女孩, 因无意间被吊包, 从而牵连出几位主角间命运的错位和爱情的纠葛的故事。 九杰姆斯卡梅龙透露终结着六标题《近日阿丽塔·战斗天使》首映期间, 詹姆斯卡梅龙透露了终结着新电影信息, 终结着六工作标题是《终结着六》《黑暗命运》《Dark Fate》, 以后是否会更改生日之小? 该片由麦肯斯·戴维斯主演, 施瓦辛格和老白莎拉卡纳琳达和米尔顿都将回归, 北美11月1日上映。 一,《零星鬼娃回归》发布仙道预告1988年开启的《鬼娃回魂》系列电影, 曾受到大量CEO LP拼影迷的追走。 而本次, 斑拍板的《星鬼娃回归》将由奥布瑞普拉扎, 布莱恩·泰利亨利·加布里埃尔贝特曼主演, 拉斯克里夫·伯格指导, 并定语。